北海道生食級的干貝 在鐵板上蒸的直直作響 表面煎到金黃色 上桌前用南瓜醬當基底 因為一般外面是面上的海鮮 就是比較冷凍的 那它們的是新鮮的海鮮 然後吃起來是很Q彈 肉質是很Q彈的 而活生生空運來台的南非鮑魚 放在鐵板上 先蓋上北海道昆布 撒上海鹽 用鍋蓋燜煎 讓鮑魚的鮮度甜度再升級 大小顆 我們是以昆布去蓋 然後用海鹽去燜 燜大概12分鐘 看大小顆不一定 有的時間快一點 有的時間慢一點 時間要掌控得好 剛煎好的鮑魚 淋上香檳松露白醬 搭配台灣珍珠來點綴 讓每一道鐵板料理 變成是藝術品 我們感受到非常的新鮮 然後尤其現在食材問題嘛 我們其實可以在眼前看這種食材 煮現煎的話 我們吃起來比較安心這樣子 所以說像我們店裡 圍牙或春酒 我都會推薦給我身旁的朋友 一起來吃這樣子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 香檳白酒醬跟松露 然後我們特別一點 我們自己有創新 有加那個粉鹽 粉鹽可以試試看 味道很搭 有鮑魚也有珍珠奶茶的味道 有頂級的新鮮食材 當然也要有老經驗的 鐵板師傅做料理 從水族箱內撈出 活生生的大明蝦 每一隻都比手長大 鐵盤上煎到金黃色 最後搭配蜂蜜筋末醬 美味加分 都還滿藝術的 過去我是都在台北吃 沒錯 那因為基隆現在有這種 價位的餐廳 我會考慮留在基隆吃 一般在台北之後 我們都是幾乎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的 明蝦它的量很少 然後用了 可能很多都是冷凍的 當然不是說冷凍不好 只是說我們的訴求是說 就是說要火要新鮮 除了新鮮海鮮食材 店內的A5和牛 在鐵盤上煎到焦脆 薄燒和牛搭配番茄蜜餞 送進嘴裡入口即化 在基隆屬於比較中高檔的 一個食材 也是非常新鮮 聽說是澎湖的明蝦 還有一些在看飯店 每天的一些新鮮魚貨 那包括它的肉質呢 不管是海產也好 或是說在豬肉部分 以及羊肉都是非常的頂級 那廚師後來了解一下 是從金華酒店那邊 一架過來的 那也是讓我們基隆 是一個令好的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是我們的南輝包 它主要是香檳白酒醬 看準基隆海鮮食材的優勢 加上鄰近基隆港 郵輪旅客商機 業者砸下重金 全在基隆港旁開店 標榜頂級海鮮食材 搶供中高價位 鐵板燒市場 食材都非常的新鮮 每一道都像一個藝術品一樣 請那個專業的主廚來這邊 我想基隆可以擁有一間 有台北水準 然後價格親民的一個好實在的一個地方 我想歡迎大家可以來武村 來我們中山區 來我們港邊走走 我想我們港邊現在有這個國門廣 走過來這大概只有兩分鐘的距離 吃著鐵板燒還可以看著郵輪 這是一個非常絕美的景色 我們是希望遊客能夠直接在我們基隆地區 享用到平價但是高品質的海鮮 所以我們希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採取預約的制度 因為我們的海鮮都是活體的 我們希望讓客人有感受到 跟台北一樣的品質 但是在基隆是很新鮮的海鮮 母親節將至 所以本餐廳特別提供了干貝 鮑魚跟明蝦 我們推出了一個心肝寶貝的方案 想吃中高價位的鐵板燒 不用再跑到台北來基隆港邊 就可以品嘗到業者寄出了新鮮頂級食材 要讓老饕吃得精緻也吃得飽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